消防設備這下成了蜘蛛的家 甚至還生鏽破損 連基本的水線也沒依規定掛好 這地點就位在基隆東岸商場的地下停車場 排風的系統沒有啟動 所以我們可以聞到有一點點臭味 不只視覺觀感不佳 空氣中熱氣伴隨著臭味 不僅如此地面上鐵蓋生鏽凹凸不平 停車的車檔消失 樓梯間牆壁積水 連當初說好的地面刨除 改用PU材質也不見改善 探開招標公告上的申請須知 裡面清楚寫下地下一層 置地下四層停車場要刨鋪和重劃標線 等修繕效果 但微風接手東岸至今沒有明顯改善 今年年初基隆市府宣布微風將斥資二點五億元 改善商場和地下停車場 更主張因為微風投資巨額資金 才能取得三十年合約 如今軟液體沒有改善 其中消防設備有問題 微風則已將進行設備全面改善為由 申請展延複查 微風首次跨出台北市接手東岸至今 已經將近半年 但契約上說好的改善還沒看見